第五章 恩信清義的福 我們既恩信清義 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與上帝相和 我們又藉著他 恩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 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上帝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裡 基督為罪人死 顯明上帝的愛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為異人死是少有的 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清義 就更要藉著他免去上帝的憤怒 因為我們作囚敵的時候 且藉著上帝而止的死 得與上帝和好 既以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們既靠著我主耶穌基督 得與上帝和好 也就靠著他 以上帝為樂 罪由阿當而來 因由基督而得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從罪來的 於是死就臨到眾人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沒有律法之先 罪已經在世上 但沒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然而從阿當到摩西 死就作了王 連那些不與阿當犯一樣罪過的 也在他的權下 阿當乃是乃以後要來之人的御象 只是過犯不如因此 若因一人的過犯 眾人都死了 何況上帝的恩典 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 豈不更加賠的臨到眾人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因此 原來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因此乃是由許多過犯而清義 若因一人的過犯 若因一人的過犯 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 何況那些受雄恩 又蒙所賜之義的 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 如此說來 因一次的過犯 眾人都被定罪 照樣 因一次的異行 眾人也就被清義得生命了 因一人的撥益 眾人成為罪人 照樣 因一人的信從 眾人也成為異了 律法本是外添的 叫過犯譴多 只是罪在那裡譴多 因典就更譴多了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 照樣 因典也藉著義作王 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 事務官方 人數病毒 厄殼